位于森美兰州的爱心洗肾中心总院 因为内部管理问题而遭卫生部查封之后 各界开始担心分院会因此受到影响 今天吴建南以拯救洗肾病人委员会总协调的身份 前往雁斗爱心洗肾中心分院探访病患 他表示希望政府不要关闭分院 并强调照顾病人是政府的责任 不要因为内部问题导致病患无法接受治疗 卫生部查封森美兰州爱心洗肾中心不到一个月 已经有三名洗肾病患先后离世 拯救洗肾病人委员会总协调吴建南 今天前往森州雁斗爱心洗肾中心的分院 探访病患后表示 希望全国各地的分院能够继续营运 避免更多的患者遭殃 目前这家分院每天为6到12名病患洗肾 患者担心如果分院也被查封 那么他们可能会被安排到比较偏远的地方洗肾 这将为他们造成不便 患者表示爱心洗肾中心会用上大约4个小时来替他们洗肾 政府医院的洗肾时间只有3个小时 他们都认为3个小时的疗程洗得不够彻底 这可能影响他们的健康 吴建南透露 所有13家分院目前都仰赖遭查封的总院提供药物和医护人员的薪金 尽管爱心洗肾中心的管理公司保证 将会继续提供药物和承担工作人员的工资直到3月底 但是由于卫生部至今都无法决定 总院遭到查封过后的接管问题 可能导致分院的病人面对医疗难题 他说照顾病患本来就是政府的责任 爱心洗肾中心的成立是为了帮助政府医院和卫生部 减轻负担 而且该中心是属于半津贴的洗肾中心 所以不管是否因为内部问题而遭到查封 政府都应该负起责任安顿病患 NTV7实习记者林美芳采访报道